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我是净宝呀 我是净宝妈妈 看我家净宝在干嘛 我要做立体书呀 老师今天教的立体书 他在这画这个 我们特别期待你的成品呀宝贝 什么工具都用上了 彩笔 彩纤 胶水圆珠笔 铅笔 尺子 全画得很呀 看我家宝贝做得多认真呀 叫他他都不理我 我看看你的半成品 我看一下 那个吗 那个小房子那个 他不让我动 他怕我一动给他碰坏了 楼空了是吧 就要做什么 大海 要去的那个 要去的地方 这个呀 旁边有一个小岛啊 有一个陆地 然后呢 看起来应该是夜晚 怎么还要剪了呀乖 嗯 慢一点 你怎么没有画云朵了乖 哪有云朵 妈 云朵是在这里呀 在那个上面是吧 是的 看着是不是会被逼真 哇塞 你都做好了吗 宝贝 嗯 我现在要把它们 粘在一起 拿啥呢 用胶棒的话 它太长了 上次做小草莓的时候 就失败了 就我们这次用这个 好吧 那你粘吧 慢一点粘 先粘哪一个了 先粘这个了 你可以把多余的剪掉吗 是不是 可以剪掉 那要太浪费了 我教你们一个办法 往前一折 既环保又不浪费 真是个好景色 是不是 拿起来 进来 你要对齐 对齐就千功金齐了 看你的手上 我的天哪 能看 粘好一个了 然后这边也要粘 好了 静宝现在都已经粘好了 看看 这就是刚才它画的 然后粘的这几个 好了 这个叫封面 这个就叫做腰封 腰封呢 一般是对这本书 一个比较简单的 一个介绍 一个推荐 让大家看到它之后呢 就非常想打开它 欣赏它里面的内容 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是 做这个封面 以及腰封 已经做封面 以及腰封 已经做好了呀宝贝 好漂亮 看它里面 它们这是要出去玩儿了 这个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呢 我们来看第二个吧 等一下把这个整理一下 粘住了吗 没有 就是它有语绕过 来到了美丽的城市 还去看了一个浪漫的樱花 就没来 好漂亮啊 快乐的暑假 快乐的暑假 真好看 看看我家静宝在干嘛 你最喜欢了没鬼 你在干嘛 在画手抄包呀 怎么想起来画手抄包了 现在不是因为那个病情咱们哪儿都去不了吗 所以害怕到时候要画手抄包 所以我就提前画 我要画两款的 一款呢是这种的 然后一款呢是这种的 好漂亮是吧 好漂亮是吧 好了那你画吧 然后呢 大家知道为什么要画这个吗 意思呢就是 病毒 埋在那些楼上面空气里面 所以呢画这个 弯弯的这种的 接下来我们要画其他的大龙和其他的细菌和医生 好了废话不多说我们 这个是不是画的有点高了 乖 这本身就像高纸的 那现在呢我们要涂色了 哎呀不小心画了个小失误 应该是横着的画成竖着的了 没关系 已经很好了我觉得 那好吧我们现在来实现了 我觉得书版的也挺好哈 就是那个画的有点长了 静保的 书版的一段画 你可真行 学了这么长时间画 而且要画一个书版的 哈哈 有书版的画 比如说画人物都是书版的 这个有点多书呢 快画完了是吧 嗯 还不错哈 嗯 现在呢因为这个病情咱们就出不去门 然后呢如果想出门的小朋友一定要戴好口罩 因为这个病毒非常的可怕 好 好了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我们哟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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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说怎么co fellow 的 还好 我知道这个有一句 对 OK 理想 这东wheat 还提到了 唐 妈妈帮你梳了 现在给妈妈上场丢树头发 马上就梳好了 我应在江湖悠悠 饮一壶灼酒 醉里看百怪神出愁 我怕那光晚也有 留佳人等候 梦里生死情到极楼